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都是一些比较日常适合上班上学的妆 什么眼影口红都扑木层红的 对今天决定画点不一样的 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刷到韩国女孩在台上唱歌的视频 哦呦那个妆真的太好看了 光一打就是仙女 所以今天想画一个非常适合上台的表演的 那不是马上年底了 很万全结对吧 反正就是那种需要很细心的场合 就非常适合今天这个妆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妆情用的是紫苏格里 遮瑕用的是针管遮瑕 这个是我最近发现的宝藏遮瑕 妆这次用的是卡兹兰的粉底液 不用的是01号亮肤色 它的流动性还蛮好的 秋冬除非你是超级无敌大油甜 其他都建议大家换成保湿力好一点的粉底液 粉底液大家选的时候 真的不要一味追求的白 最白最白也比你本身的肤色白一个色号对象 不然就会像日本一季 然后在脸上带着一个假的面皮 定装这次选的也是卡兹兰的蜜粉 今天选这个带我那么一点点细闪 就是你上眼之后它会轻微的bling bling 上台之后灯光一打会很好看 这个蜜粉是不带粉敷带刷子 特别是面部重要 你这样后续如果你想上高光就可以 定妆的时候眼皮上一定要定感到或许没影响 然后是画眉毛 今天眉毛会跟日常那么一点点区别 它会偏粗一点 眉封稍微明显一点点 主要的颜色还是棕色系 甜蜜中相对来说比较温柔的颜色 换完之后我还会染眉高把颜色稍微染浅一点 换完眉毛最后到了今天的重头 眼妆 眼影用的是他家的克里姆特多镜眼影盘 一共是两个颜色 之前我对卡兰印象还停留在他们家的 卡兰大眼睫毛膏 但是最近一两年整体的质感真的都还提升了不少 今天用到的两盘 一盘是暮色柔金 一盘是零四号星月流光 这两盘的灵感都来自于奥地利象征主义画家 把克里姆特巅峰时期的画作 稳 零三这盘整体就比较偏大地色系 适合一些日常的妆容 这个粉质我刚才试的时候真的还蛮好的 不怎么非粉 四号盘相对来说比较跳跃适合暗黑欧美瓜 我们先用四号盘的第二个哑光色大地 四号盘下面这个哑光色作为今天的主色 先把它叠一层在睫毛根部 这次主色颜色要稍微的重一点点 在眼头跟鼻翼连接这一块 画一条弧线 每画一层都换一把干净的刷子 韵眼一下 换一把小一点的眼影刷 添去同样的颜色 画在眼尾跟眼头的位置 瞳孔下方的位置空出来 四号色下面的这两个颜色混合 在眼尾的位置压一下 接着睫毛根部走一遍 用三号盘下方第一个提亮色 涂在眼中 跟瞳孔下方的位置 它超级细的一个偏光 然后用这种金色这里高 这个你们上网随便买 就越便宜它越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用扁平的刷子 以拍打的方式往上涂 眼线笔用火热鸟的眼线胶笔 这睫毛根部画一条非常非常细的眼线 然后用熊野之人的白色眼线笔 画一条歪眼线 这次的假睫毛 我们想让它bling bling一点 教你们一个小方法 可以把这种亮晶晶的闪高 涂在假睫毛上面 OK 贴好之后叠一层粉色的 刚才的那个染眉膏 Zoommer的修容盘 这么大一个我真的是要用到全中间的 这一次比你修的狠一点 补一点润唇膏 腮红贝林菲的啦啦队腮红盘 虽然这个颜色它带有一点点细线超级好看 鼻头上也涂一点 然后用刚才的鼻影刷 再取腮红的颜色 在鼻头画出羞泳的脑口 Zoommer的生姜高光 如果你们后期需要拍照 或者怎么样高光可以 就带伞的少打一半 会拍出来感到好油的 那高光点一点在眼睛 终于它的最后一段 还没有换了一个试剂 今天用到的是两支颜色叠加 一支植村秀的MOR585 我们作为主色 香奈儿的154唇釉 这个颜色也超级适合秋冬 它叠出在嘴唇中间 这样就好像你的嘴巴一直在笑 OK 终于好了 去带个展发 换件衣服 But nothing ever stops you leaving I could lie, say I like it like that Like it like that Like it like that I could lie, say I like it like that Like it like that Like it like that I could lie, say I like it like that macam void Body Body 了 V